预声响起,各个选手卯足全力向前冲 一年一度的全民杯六兵锦标赛 与草屯镇石川曲棍球场举行 现场吸引了线内500多位国中小的选手参与 而在近几年六兵委员会极力的推广之下 也让这项运动发展的相当热络 直排轮六兵比赛 这是我们南投线 自己举办的 让我们各位家长带着我们小选手来参加比赛 今天看得特别热闹 也看到各位家长对于我们直排轮 这项的体育非常的用心及支持 看到热烈的登场 这证明说我们小朋友在运动方面 可以让他们学到更精进的直排轮的活动 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家长对于我们直排轮的重视 比起以往的参与人数 今年更增加了许多选手 由此可见 县内的华伦牛兵渐渐的受到家长及老师的肯定 他们也因为透过这个运动 然后让他们身体变得更健康 对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理想 那我希望说他们可以品学兼渐 除了学习之外 那我也希望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让他们的市值体育更发达 其实小孩子的参加的这个名字不重要 重要是说让小孩子去感受一下这种抗压性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因为小孩子其实比赛的时候很紧张 我们都会看到有些小孩 在上场的时候其实是慌掉的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溜三圈 那可见小孩子其实在这种比赛之下 他们还是感受得到压力 那所以就说从小就训练他们这种抗压性 我是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今年比赛的项目也增加了一项 快速过脚标的项目 也是国内目前正在推的项目之一 县内也积极推广及训练快速过脚标的项目 我们今年有增加的一个是 自由式的快速过脚标的一个比赛 这是我们国内在推广的一个新的项目 那目前世界冠军也都在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南投县也积极发展这个项目 希望能够跟上国际的水准 汲取参与全民杯溜冰锦标赛的选手们 都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让滑轮溜冰这项运动能够持续的发展 透过比赛也能够为县内培养出 快速过脚标的选手 未来能够替南投县争光 接着六盛草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领码